大家好,这一节我们会介绍3Move的函数,并且写下我们的第一个3Move函数,作为Hello World项目势力的一部分。 在函数这一节,我们会介绍到函数的可见性、安全函数,以及创建一个势力函数这三部分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函数的可见性。 Move中的函数具有三种可见性,分别是Private,Pupt,和Pupt,Franc。 Private是作为函数可见性的默认设置,只允许同一module内的函数获取。 Public,表示这个函数既可以被同一module内的函数获取,也可以被其他module定义的函数获取。 PublicFranc,既可以被同一module内的函数获取,同时也可以被该module的Franc金单上包含的module所定义的函数获取。 说得好像有点抽象对吧,那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实例来看一下。 这边是Move官方的函数文档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函数的声明方式。 会使用Fran的关键词在开头进行声明。 接下来是函数的名称。 T和TL表示一些类型的信息,既可以是范形,也可以是一些特定的类型约数。 这边是书的参数以及对应的类型定义。 这边是返回的数据类型。 在花货号里面就是函数内部执行的各种功能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见性。 函数默认的可见性是Private类型。 在这个实例代码当中,moduleM里面定义了一个Full函数是Private的。 那么同样在moduleM里面的另外一个函数就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Full的函数,可以正常运行。 但是在另外一个moduleOther当中去调用这个moduleM内部的函数时,就会发生错误。 因为这个Full是Private的,只能在这个moduleM里面才能够进行调用。 我们再看一下Public的类型,就是对外是可见的。 现在还是刚才这个Full的函数,在moduleM里面定义的时候,在关键词前面再加一个Public的关键词。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moduleOthers在调用的时候,就能够成功地去调用这个Full的函数了。 那什么是PublicFriend呢? 我们往下再拉。 在这边同样是出现了MN和Others三个module。 其中在moduleM里面就已经声明了这个module,N是属于它的Friend。 那么moduleN就已经划分到了它的Friend列表里面。 这时候同样还是刚才的负函数,现在给它一个关键词PublicFriend。 那么我们看N和Others在调用它的时候,N因为是它的友好模块,所以能够调用。 但是Others不在它的Friend列表里面,当它尝试去调用的时候,就会发生错误。 我们看一下Suite的官方原代码。 在这个tscontest的文件当中,在module里面定义了一个Friend是SuiteObject。 那么我们看一下,在对应的这个object的module里面,我们去搜索这个tscontest的文件。 是能够看到它里面的函数是可以直接被object进行调用的。 N去函数是SuiteMove当中可以直接被交易transaction调用的函数。 它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。 一,需要被关键词N去标注。 二,没有返回值。 三,是一个可选的。 这个参数是tscontestion类型实力的可变引用。 可变引用是一种参数传递的方式。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做更详细的讲解。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了解一下。 还是在刚才的hellover项目当中贴有个entry function。 在这个entry function里面,entry的关键词放在了public和fun关键词的中间。 表明这是一个entry函数。 这个mid函数的输入参数是tscontest的可变引用。 scontest的全身是transactioncontest交易的上下文信息。 要用函数的时候,这个参数是不需要手动声明调入的。 可以省略由我们的虚拟机自动去生成。 scontest的信息又比较关键,所以这里我们打开具体的文档来看一下。 文档的路径是在swe的quade目录下面swe framework,找到一个dome。 在dome里面呢,我们找到这个dscontest,就找到了它一个motdown文件。 我们可以进行更据了,看一下。 tscontest是关于当前正在执行的交易的信息。 数据是不能够被交易构建的,而是由虚拟机创建的私有object。 tscontest包括一些比较关键的字段,比如说sender就是发行当前交易的用户的账户地址。 patch就是当前交易的哈希值。 epoge就是当前的epoge数。 idscreating,进入了执行当前交易时所创建的ID数目。 包含一些可被外部使用的pubry函数,比如这个sender函数,就可以去获得发送者的账户信息。 new object函数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新的唯一的object ID。 项目的doc文档还不是很详细,如果找到doc文档,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目标之下,在swee framework当中会有swee的一些原代码。 计列读文档更加直接。 在这个swee framework的文件夹当中,除了sauce和doc之外,还有一个dependencies,这里面存放的是标准的move代码。 当我们想了解一些代码的底层实现时,就可以到对应的文件夹当中去查找我们想要的信息。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代码,这个函数是创建了一个hollow object定制类型的一个新的实例,然后使用swee系统当中的转移函数transfer,将其发送给了教育的调用者。 好,可以build成功,这一小节就到这里结束。